只好刘军的全体缠终 到了远端 直接的射门 一脚把球断下来 拉到前面是深思 脱走了 太危险 这个球补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咱们再看射门啊 这挂了一点外壶 非常惊险的场面 小球说又是队员战成一条线 前点向后一侧 后点无尊药 射门 好拳呢 还是应该非常的 要重点关照吴腾英啊 吴腾英就是一个隐形杀手 不要小看了他的这个攻击率 实际上在 一般来说这个任意球都是 同伴这个人强的防疫边 什么员来赌一边 深思 无限球 投进 不许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挂的这个幅度相当的大 一直是挂到这个厚点 而这个时候后点有三名深花队的队员在包抄 天津队的防守队员在这个时候呢 漏人了 通过这个球可以看出 上海深花队的定位球的战术还是相当高的 南哥为奇的这个投球进攻又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 突然的前叉 但是谁来盯南哥为奇呢 并不明确 一定要盯人就要盯死 死盯一盯到底盯入不放 到了六名 再打起来 还有一个后边 宣花队在禁区里等于是已经把将军给包围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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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场面的相当的混乱 我们也很难判断当时在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我们的感觉可能是刚才像我们所说的 声音资队的队员在禁区里呢 刚才是已经我们再看一下 实际上是四名队员 把将军已经完全是团团的给围起来了 而且这时候有手球的嫌疑 所以可能是天津队的队员认为是 已经冲撞守门员在先 而且后面的动作又比较大 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场面 然后是对余登伟冲出了红盘 然后是对余登伟冲出了红盘 对12号新锋出示了黄盘 我们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杨志强的还是一名比较年轻的裁判员 有嘛 有没有 站好 起雄 射门 加宁这样的桥又脱手了 这已经是加宁在今天的比赛中第四次脱手 它是宋野 在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搬回一个球。 这样刷一刷得要求换人。 8号张永相。 21号范云上场。 现在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比1。 这小球应该说打得是相当有质量的。 这个球就说明了,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吧。 谢谢观看